我死了 三百两就你一命干嘛 一百两我他们全杀了 两百五保你个货 别怕我和你拼了 茫茫大漠 蛮荒之地 一家名叫西行客栈坐落其中 漫天的黄沙偏僻的地界 这样的地方 想来不会迎来任何客人 可此处却是商骨往来的要道 因此各路杀匪盘踞于此 但在西行客栈内 沙匪却不敢造次 这家客栈的老板名叫追马 自称西部第一恶人 一正一邪 一身亲共独捕天下 一手棍法威力无穷 招招寄人要害 所到之处 无不是纵横辟匿 除此之外 他的枪法也是百步传扬 助他战无不胜 仅仅半年内 西行客栈追马的名号 传遍整个大漠 这天 一队标局在西行客栈休息一晚后 启程上路 没走多远 遭遇杀匪熊武打劫 话说这熊武啊 自称是大漠四大高手之一 看到为首的侍卫女标识 熊武扬言 只要放下货 人可以离开 标识小蛮没答应 当场施展双刀绝技 熊武以双锤还击 招式简单粗暴 结果小蛮应既不如人败了 危机时刻 西行客栈的追马赶来阻止熊武 与小蛮谈好价钱后 便与熊武较量了起来 追马伸手敏捷 一手棍法 招招压制熊武的双锤 两三个回合 便将熊武打飞数米 熊武应既不如人 只能带着手下撤离 追马并没有送小蛮离开 而是将他带回自己的客栈 小蛮不理解 我凭什么让你人才良得 追马回复 客栈里缺个掌柜 说吧便扬长而去 一年后 小蛮竟然真的留在西行客栈 做了掌柜 这天清冷的客栈一场火爆 来的都是些三角九流 就连四大杀匪之首的钱不漏也来了 同行的还有老二孟书生 老三熊武 以及老四杀无情 追马要是再不还钱 我就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意外 钱不漏一进来就掏出借据 强行让追马将欠自己的六百两银子给还了 追马解释眼下没有钱 等陆下生意好了再还 钱不漏回复 若是将这西行客栈抵给自己 钱账一笔勾销 小蛮气愤不肯 但被追马拦下 原来颇具江湖经验的追马猜测 四大杀匪齐聚一堂 近期定有大事发生 便与钱不漏周旋 说是这样的大事得慢慢商量 说吧吩咐小蛮去准备饭菜 小蛮本想在饭菜中下毒 但被追马阻拦 他告诉小蛮 四大杀匪中的梦书生也是下毒高手 这样的伎俩骗不过他 追马认为四大杀匪绝不是为客栈而来 眼下只能见机行事 比起凶神恶杀的钱不漏和凶无等人 杀无情最像个人 小蛮在给杀无情上菜时 从他口中得知四大杀匪此行 是为了找一个拖着箱子的女人 说是有人下了悬赏令 只要拿到箱子到西行客栈 就能换五块金砖 小蛮将消息透露给伙计们 此刻客栈里有一伙人在赌钱 钱不漏出老茜 赢得喷满钵满 被对面的女商客抓了个正着 女商客手下众多 双方正欲大打出手时 女商客却将手下劝住 不料 还是莫名其妙的打了起来 追马不慌不忙的掏出账本 原来西行客栈有个规矩 不得在此闹事 打坏东西也照价赔偿 钱不漏几人从债主变成陪家 反观女商客赔了银子 却丝毫不在乎 傍晚时番 门外传来敲门声 果不其然 来了一个拖着箱子的女子 女子应太疲惫 站立不稳 追马也不为难 让伙计将她扶进最好的九号客房 女子随行的箱子沉甸甸的 吸引住所有人 难道这就是能换五块金砖的箱子啊 客栈看似平静 实则暗潮涌动 众人都盯上了那口箱子 来到客房 女人醒来 询问等在门口的追马 听说西行客栈只做生意不打结 追马也不否认 问她是否被人追扎 女人不肯说话 追马也不多问 当即从怀中拿出算盘 说她住的是安房级别最高的房间 吃喝住宿一晚要三十两 见女人没有反对 追马转身便离开 小蛮为女人打来热水 沐雨时 女人光滑的背上满是伤痕 原来女人名叫白露 她的父亲是镇守大将军 却遭到奸臣的诬陷 深险埋伏 自知难逃一劫的白将军 拼死掩护女儿白露 让她务必将这口箱子带回京城 一路上白露受到窝寇的追击 死里逃生才到了西行客栈 镜头回到眼前 小蛮送来饭菜 时不时的偷瞄箱子 白露很谨慎将其打发走 半个时辰后 追击白露的窝寇来到客栈 他们一进来就打听白露的行踪 殊不知西行客栈内都是武林高手 伙计心智来者不善 便没有多说 小蛮见对方出手阔绰 便将他们带到仓库柱下 除了这群倭寇 四大沙匪也盯上了那口箱子 方圆百里 仅有这家客栈作为补给 倭寇猜测 白露肯定是住在这里 他们决定天黑后 潜入客房看看 入夜后 追马在大厅独营 脑海中时不时闪现出过去的经历 原来追马曾经在边关 当过抗窝狼兵 当年他浴血奋战 保家卫国 不料却遭奸人陷害 被诬陷成勾结窝寇的反贼 追马无数讲理 朝廷派兵围剿 狼兵死伤惨重 追马和几个兄弟侥幸活了下来 心灰意冷的他 便在沙漠之地开了一家客栈 除了躲避追兵 还未讨生活 就在这时 四大杀匪之一的沙无情 也坐了过来 与追马喝起了酒 沙无情不像钱不漏等人 他长相出众 气质绝佳 就像知心大姐一般 有意打听追马的身份 追马以莫问前程往事 巧妙拒绝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今晚的西行客栈 注定不平凡 月黑风高杀人夜 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都想进入九号客房 抢得那口箱子 混乱之中 三大杀匪和窝寇在屋顶 撞了个正着 双方敌我不明 大打出手 三大杀匪虽人不多 可彪悍善战 窝寇人多势众 也不甘示弱 就当双方对战之时 小蛮进水楼台 先得月 潜入了白露的房间 因为他也想看看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 当小蛮掀开帘子时 先前熟睡的白露 却不见人影 原来白露已经警觉了起来 白露擅长于剑法 小蛮伸手也不赖 此时 屋顶也是一场大战 直到四大杀匪之一的梦书生 不慎跌落着房间 很明显 窝寇占了上风 还将钱不漏抓走 等等等等 咱们这位生意如何 钱不漏为了保住小命 向窝口求饶 说他们要找的箱子 就藏在九号客房 还说这家客栈的老板和伙计 都是武林高手 客栈内机关重重 钱不漏要求合作 他们只为钱 对箱子并不感兴趣 不久 听到动静的追马 找到白露 为小蛮的屋里 向白露道歉 他说不该破坏西行客栈的规矩 对箱子下手 为了白露的安全 追马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住 夜里白露无意之间打开了一个机关 发现一间密室 里面存放的都是狼兵的装备 还有已故之人的灵牌 白露猜出追马的身份 瞬间悔恨交加 镜头回到眼前 白露认为此地不可久留 打算连夜离开客栈 追马出现在门口 劝他等沙暴停了再走 谈话之间 追马看到白露剑上有一个白子 他一眼就认出 原来当年围剿追马的 是白露的父亲白正邦 白正邦在哪儿 他已经死了 白露解释 这一切都是误会 当年其父被奸人利用 因误会去追杀狼兵 事后知道真相 后悔不已 本想替狼兵犯案 却因为途中有要事给耽误了 白露和父亲准备将火炮样品送至京城 此行十分隐蔽 不料还是走漏了风声 半路被握口截杀 全军覆没 仅剩白露一人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追马决定放下个人恩怨 护送白露 进京面圣 此行九死一生 伙计们知道后 让追马杀了白露 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追马解释 真正的仇人并非白露 小蛮也劝追马不要去 可追马心意已决 就当小蛮伤心之时 沙无情找来 他一眼就看出小蛮的心思 对追马日久生情 沙无情暗示小蛮 若是想留住追马 就杀了白露 小蛮没有多想 以替兄弟报仇为由 叫上伙计们 一行人气势汹汹的 闯入白露的房间 杀了你 双方刚交手 追马便冲进来阻拦 小蛮和伙计们 只得退去 追马与小蛮 为此发生了争执 差点拔刀相对 小蛮气愤 负气离开了客栈 不久 倭寇露出真实嘴脸 客栈里出了人命 所有人都不准离开 倭寇先是以莫须有的理由 要求搜客栈 追马极力解释 倭寇也不装了 干脆逼迫追马 交出白露 就当双方火药味十足时 这时 趋而复返的小蛮走了出来 说白露早已离开 原来兄弟反目成仇 只是追马和他们演的一出戏 昨晚追马知道白露的身份 决定护送他到京城 兄弟们便支持他的决定 还决定将计就计 以小蛮赌气为由 掩护白露出客栈 窝口知道中计后怒气冲冲 当起拔枪就要击杀追马 不料追马面不改色 原来汤里被小蛮下了药 追马正欲审问 窝口受何人指使 谁知被客栈里的女伤客击毙 看似不起眼的女伤客竟如此狠辣 就当己人不知所措时 小蛮为追马打下一枪 谁也想不到 真正的幕后主使竟然是沙无情 面对追马的质问 沙无情说出自己的身份 监长太监李公公的义女 她隐藏在四大沙匪之中 只为方便与查尔哈部落勾结 还有我 查哈尔的大公主 沙无情和大公主此行的目的 只为抢夺白露手中的火炮 一桶西域 建立一个新的王国 三大沙匪这才明白 被沙无情利用 就当双方僵持之时 伙计们在护送白露的途中 发现前面站满了埋伏 唾欲无奈 只得返回 沙无情一声令下 手下便与众人较量了起来 就连曾经出生入死的 三大沙匪也不放过 小蛮在临终前 向追马表白 或者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 看着兄弟们倒下 追马顾不得伤心 直接冲向战场 追马的枪法如火纯青 很快就反败为胜 沙无情看到这一幕 带着箱子找到了一匹马 扭头就跑 顺利招呼外面的火枪队攻击 查尔哈大公主来不及逃 被追马击杀 赢家众人被火枪队围攻 想要离开这里追回箱子 必须得消耗他们的子弹 火机们不顾性命 冲出门外 面对枪林弹雨 两人倒下了 雄武也不甘示弱冲了出去 在放倒几人后 也倒下了 孟书生将银两交给老大 拜托他照顾家人 随后拿着一块门板冲了出去 可门板太薄 根本就挡不住子弹的攻击 前部落的人 见时机差不多了 直接冲出去 与对方厮杀 白露率先骑马 追向沙无情 途中白露将兵器 当暗器扔向沙无情 此举虽不致命 但将巷子打落 沙无情只得回头 与白露较量 两人为了争夺箱子 大打出手 白露应既不如人 被沙无情中伤 当追马赶来时 白露已是无力回天 但他仍然欣喜责任 追马气愤 拔枪打向沙无情 你空有男儿披囊 沙无情死到临头 还要嘴硬 追马三两招 便将沙无情击杀 就这样 追马找回箱子 等到他回到客栈时 钱不漏已将众恶人解决 临走前 将西行客栈赠予钱不漏 追马背着箱子 决定去京城 完成白露的遗愿 这部西行客栈 上映于2022年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